谢谢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让我们随着手工型的音乐一起拍手 嘿 大家好 我们是 英雄剧团 我们通过讲故事给大家介绍时期 抱歉 还有浪漫 还有浪漫送给像你们一样的观众 你们是在电梯下最棒的观众 因为此时此刻是你们坐在这里观看我们的演出 所以将军热烈的掌声送给你们 哇 很好 那么现在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是一个英雄诗人 也是今天的主持人 嘿 嘿 我是本金明 金勇的本金明 无人能比的演员 凭云霞 演技高超 不信就来考考我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快乐 上行 兴奋 迷惑 还有一个单傻 嘿 表演得怎么样 非常好 很好 单演非常傻 对 大家好 我是伊丽莎白 我随着朱塞佩弹奏的动梯音乐歌唱 去看看这世界 神奇亮亮又美丽 好 你们阿威实在是太棒了 每当我们讲故事 他们将能为我们伴奏 让小鱼琴的音乐飞翔 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敲响 锣鼓 音游集团隆重传线 经典历史传奇 一名瘦小的男孩 愿意轻松的拔出石头里的宝剑 在民众的拥护下 登上了王位 请看 石中剑 那是石中剑 我说的李奇董事 他就是一动不动 真正关闹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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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 有有有 有有有 像 太香噴了 还有吗 太长了 还有吗 这个太寒冷了 来吧 小伯伯 小伯伯 美女与野兽怎么样 好 银游集团 隆重展现经典童话故事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有关于剪刀 魔法和肉语的故事 故事里由于你们是了魔兽的王子 和一个年轻的小伯姑娘 之中变成了公主 美女与野兽 小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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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面包是乎乡买的货 永远是面包奶油卷 从我们到这里 家庭乡村小丑种 人生确实都一样 早上好啊贝尔 贝尔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美丽姑娘 她和她的父亲万里斯 住在一个小康村里 她的父亲是发明家 所以人不以为人是个疯子 所以不以为贝尔也是个疯子 但其实贝尔根本不是什么疯子 她只是对未来充满浪漫幻想罢了 没错 胡贺就要 贝尔选通过读书 让书里的文字对她离开 身处了小康村 就遨游更大更远的地方 不幸的是 无论她怎么遨游 都逃不开加斯顿的触碰碰 你可够吗 又黑 强壮而又英俊的人 好甜啊 我看似聪末的人吧 下次你们见到扎斯顿 可不可以和我一起遇她 来 语 嘻嘻嘻 嘻 早上好啊贝尔 扎斯顿 先把我这书还给我 好贝尔 你怎么能看得下这种书 这连张图片都没有 要我说少花点时间在这书本上 多多关注身边更重要的是 比如我 等着吧 我一定要把贝尔去回家的 好 好 好 来 语 去 太棒了 大家都知道 在一个精彩的故事里 一般都有一位女主角 喝一个坏蛋 还有一位 英雄 我们的英雄就要上场了 你们知道是谁吗 她的名字叫亚当 是一个王子 曾经一个憔悴的老夫人 来到了她的城堡门口祭道 而王子奥曼 哪怕老夫人赶走了 而这个老夫人她拥有魔法 一怒之下对整个城堡 都施了咒语 还把我们的王子变成了一头 野兽 举手 她好可怕不是吗 好 当然可怕了 她魅力强大 心胸宽 好可怜可怜黄啊 我还得和这种人朝夕相处 哼 那么接下来 请允许我们这个结束的英雄集团 将各位观众带到 黑暗森林深处 岩寿的城堡 岩寿将贝儿的父亲 莫里斯求婷在城堡里了 而我们勇敢的贝儿 为了救助她的父亲 选择牺牲自己 甘愿代替父亲成为 岩寿的囚犯 岩寿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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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故事们 都被变成了日常用品 novo尊好 好 wiem 你们在这儿 吓了我一跳 当你吓了我什么 Austare חische 对不起 我只是好 employers 要 fusion 对有猛力的东西 你好 我叫赫 bakın我姿 是这乐观家 那位是浪远 先带波 往上 oks 咱 esp 请问有什么能够为您效劳的吗 我有点饿吗 哦可以给您一杯水 一片面包 这乐怎么能行 他又不是我们的犯人 他是我们的客人哪 我们必须对他像是离自己家人一样 小姐您这边请 小声点 如果被主人知道 我们的脑袋可得保不住了 当然当然 起来应餐 怎么能够没有 我们真的很荣幸 快请你来到这里 我们也很荣幸 由你们来参加这个晚宴 我们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 拍手 跳舞 跟着绿毛小姐 讲给我们的忙 现在需要大家休息放松一下 餐厅为你们带来晚餐 请想 小规客 我们可爱的贵客 不请马上不先为好让我们来 不 约的她们先上开 再请尝试小西点 她的味道几天又没 不要怀疑今晚餐 她们唱她们唱 中国人是最后侧 想要帮助你们 就叫做恋爱 首先请打开 再来 宣众无所 想要 请相拥 下北靠 请相拥 太棒了 谢谢 哦 谢谢你 小姐 也谢谢你们 我总会的宾客 哈哈哈哈 哦 天呐 快点到几点了 哦 好了 赶紧睡了 赶紧睡了 我现在可睡不着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我换城堡 哦 哦 我换城堡 哦 谁说城堡 被试在着雨的 老米啊 是你 陷入了秘密 对不对 不是我 不是我 呃 是我自己发现的 哦 哦 在魔幻城堡的日子里 贝尔和野兽 逐渐了解了对方 变成了好朋友 但是野兽 还有着他那粗鲁的一面 在他暴躁粗俗的 野兽外表之下 他在努力寻找 内心深深的勇敢 善良 和并并优优优 的秘密 贝尔和野兽 去城堡花园 采摘树上的苹果 请大家帮助贝尔 教会野兽 怎么与别人分享 让我们再来一次吧 有 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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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兽 突如的内心 开始发生了变化 它开始变得善良 友好 过去 它从来都不知道 自己还能变成这个样子 哇 你种甜蜜 用伤心疼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穿铁一样 那么可爱 那么温柔 我脑海中的困惧感一圈消失 这种事也许根本它就不存在 对没错也许这种事根本它就不存在 野兽的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和贝尔之间的感情逐步加深 慢慢发展成了互相之间的爱 好浪漫哟 初赛佩 原来你也多愁伤感了 我哪有 每一个故事都有鱼长鱼饭派出决动 曾经被贝尔拒绝过的加斯顿 带着一身感到恐惧的村民 前往城堡去和野兽顿着 多可怕呀 它会吃就吗 它肯定会吃人的 看到牙齿 看到爪子 看到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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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牙齿 野兽会抓走你们的孩子 它会在夜里吸气你们的 或许白天也会 不过白天它就来干什么 要着窝站的那么久 就不可能白天出来 它会生吞活泼我们的 我们该怎么办的加斯顿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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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斯顿 我们该怎么办 要我说 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我的墙上 我们就不得安宁 我们全部麻烦野兽干掉 啊啊啊 加斯顿的发达的群众 在你城堡废 野兽展开的行动 加斯顿 救手 野兽 你爱上他的 你真的以为 有我这种人在 我偷偷干什么地方 来吧 我偷偷干什么地方 野兽 别再回了 野兽 不 不 求你了 你不能死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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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用我爱与三个字解除了野兽身上的魔咒 他那野兽的外表神奇地消失了 又变回了原本英俊的亚当王子 贝尔 是我 是你 野兽 原来一直是你 让时间去转 让不是句话 都变的世界 还有两颗线 守得住永远 都变的世界 还有我和你 守得住永远 从美女与野兽的这个故事中我们学习到了 不能以外表进去伴他人 而是通过爱可以加上自私 愤怒 以及强大的咒语 贝尔和亚当总的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直到永远 我太喜欢这个故事了 我也是 贝尔 谢谢你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讲述这个故事 不用谢 更谢谢你们 哦 对了 也谢谢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 一起参与我们 明游戏团的演出 拜拜 再一次 同名就了 专业的小声 宋明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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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